好 夏季到大家都喜欢来健身运动 没想到开冰箱也是一种健身方式吗 原来有民众买了一款美式双门冰箱 结果发现这冰箱门还真难打开 他用了这种秤行李使用的拉力秤来开门 上头显示你必须要花至少十公斤的力气 才能够顺利开启冰箱门 民众就嘲讽的说 这冰箱要开门还真的像是在练避力呢 自己看了 刚刚就打不开了 现在看懂了 诶 又开了 金法帅哥开开关关冰箱门 他可不是在玩 因为冰箱门老是打不开 拿出秤行李用的拉力秤套在握把上 看看门到底有多难开 好了哈 到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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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打不开 到十才打开 十公斤哦 发出实力剩 左手撑着冰箱 右手往后拉 拉力秤显示要费十公斤的力气 金法帅哥一脸压抑不敢置信 决定再是一次 我们再来一次 他来比赛看 我们来 噢 又来了 噢 有电话声音 电话声音 到十一了 到十二了也打不开 十三 唉 这凶薄 这回使出十三公斤才将冰箱门打开 这位有二头肌的少年给 小陈冰箱可以充当健身器材 我们实际找到同公司类似款的冰箱 厂商说这是美式双门冰箱的特色 因为它门也比较大片嘛 对不对 然后它厚度也比较厚嘛 质量跟重量虽然对 所以说在打开的时候 会比一般传统的上下门的冰箱 稍微多一点点的力气 除此之外 新的冰箱门交条较紧 也有可能造成门难拉的情形 通知厂商处理就能解套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适用这款 可以健身的冰箱 很累 中天新闻韩志兴 较容易台中采访报道